MBA赛场上的超级巨星们 每人都有一技之长 如詹姆斯的金刚不新之身 科比的美如画跳投 莱昂纳德的伤亡缠绕 但是 他们除此之外的综合实力 也是相当的能打 属于是随来随打 极差极用的万能牌 然而 有些球员就不如他们这样全面发展了 他们只有一技之长 然后 球哥就想不出来然后了 接下来 球哥就盘点一下 那些令人可惜的 MBA严重偏刻的十大球星 第十位 里基卢比奥 如果我不说卢比奥 目前在哪支球队 想必许多球迷朋友们 都已经不知道了 这位曾经的西班牙 金童年少成名 首轮第五顺位被选中进入MBA后 立刻成为森林郎首发空位 他出色的大局观 以及传球技术在当时就属于联盟顶级 再加上他高大的身材和出色的运球技术 无论面对任何后卫的防守都毫不吃亏 可惜的是卢比奥有个明显的技术短板 那就是投篮能力真的太差了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仅没有丝毫进步 甚至就连篮下命中率都退不到联盟垫底 不得不说真是十分可惜 如果卢比奥有一手精准的投篮 成就绝对不会低 第九位 本西蒙斯 西蒙斯在进攻端可以说是非常偏刻了 不得不说西蒙斯实在是联盟里的奇葩 身高2米08的他却一直担任球队的控球后卫 职业生涯至今场均能有八个助攻的表现 在防守端场均也能有1.7次抢断这样矮个后卫的数据 他有着非常快的突破速度 同时终结能力也很强 尤其是在突破之后能用一手小勾手来终结比赛 而且他的身高高达2米08 但是却私职后卫可以说他是目前为止联盟中公认的魔术师约翰逊的接班人 但是他的三分球投的实在是太差了 他有着詹姆斯一般的身体突破能力与助攻能力 有趣的是每当西蒙斯在主场投进三分时 主场球迷就跟夺了冠一样兴奋 当然目前他被调侃最多的莫过于他的三分球了 截止至目前西蒙斯场均出手12次 其中却只有0.1次是三分球的出手 直至近两个赛季西蒙斯才有投进三分球的表现 因此我们经常能看到进攻时 防守西蒙斯的队员已经挤到内线去准备防他突破了 第八位 运球鬼才克莱汤普森 汤普森已经超出3D球员的范畴 防守端脚步灵活 力量充足 不会轻易赌博士抢断 是勇士对外线值得信赖的防守球员 进攻端 汤普森拥有顶级的投射能力 无论是空位投篮 借掩护投篮 还是强投能力都是历史级别的射手表现 短时间内的得分爆炸能力超强 但是持球进攻的汤普森堪称鬼才 没人防守的情况下都能把球运出界外 甚至是把自己晃到 正是汤普森这种不会也不能占球权的属性 决定了他在任何球队都能和巨星共存 任何时候都是对手不可忽视的无球杀手 第七位 德罗赞 当年北境之王的名头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他有着一手精准的中投以及相当快的突破 当初他带着猛龙 屡屡杀进季后赛 有着出色的个人能力和带队能力的德罗赞 很快就被球迷喜欢上了 并且多次入选全明星 小球时代的到来 以及小球打法的不断世上 让德罗赞这种传统氛围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最形象的那句话应该就是 两分杀不伤三分 而德罗赞几乎没有三分 他的三分能力在联盟里也是下游水平 这也使得他的成绩始终没有取得一个突破 如果德罗赞有了一手精准的三分 那就是真正的厉害了 第六位 龙多 龙多并不是一个运动天赋很强的球员 但龙多的球伤真的是非常高了 传球基本功非常扎实 在球场上 他就是一个指挥官 将球队的进攻组织得非常有条理 在组织球队方面 龙多表现得非常出色 可在投射方面 龙多的表现就一般了 不论是中投还是三分球 龙多的表现都不是很优秀 命中率不稳定 对手经常抓住他的这一点短板 但是 他是真正的联盟中将缺点转化为优点的第一人选 龙多有联盟助攻狂魔的称号 其实他在比赛中对于助攻的欲望比进攻还要强大 尤其是他的一手创造性的传球让很多的球员都非常难以防守 他对得分基本没有什么感觉 他的更多的梦想是带领球队赢球获取总冠军 而不失去的那几分 在他看来助攻比得分更加重要 因此他能够和保罗皮尔斯雷阿伦 加内特等顶级得分手搭档 同时他们四个人也能配合得非常完善 这与他不喜欢进攻有很大的关系 第五位 德安德烈乔丹 小乔丹是联盟里有名的篮领球员 身高必长的他在防守端和抢篮板方面都很优秀 生涯至今场均可以得到9.5分和10.8个篮板的准两双数据 曾经在快船队与格里芬保罗一起组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空接支撑 但小乔丹的技术短板还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他的进攻手段非常的单一 几乎只有接柄扣篮和篮下补篮这两种进攻方式 若离开了会传球的后卫几乎无法生存 这也是他始终无法从篮领过渡到球队当家球员的新的原因 第四位 托尼阿伦 阿伦的天赋非常好 爆发力强 速度快 对抗能力优秀 横移能力强 是NBA历史上都很优秀的外线防守者 太多进攻能力优秀的球员被阿伦防守得十分憋屈 打不出精彩的表现 04年出道生涯 年转了多支球队 08年作为球队第六人成功防守科比 帮助球队击败胡人夺得总冠军 来到辉雄后也为球队做出重大贡献 并且是防守杜兰特最成功的球员 托尼 阿伦胜压六四入选最佳防守阵容 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但他的进攻能力真的比较一般 投射能力不强 持球突破时 也不足以依靠自己的能力撕开防线 只是在反击中表现不错 得分能力不够强 让阿伦没有变成攻防一体的球员 但阿伦已经取得的成就 已经足够耀眼了 第三位 追梦格林 格林作为小球时代的内线 他的移动性 他的投篮能力让他非常适应小球时代的打法 而且格林还有同位置球员中少有的组织能力 让他在球场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格林的能力很全面 但并不是没有短板 他的得分能力就不够强 在格林巅峰时期 他的组织能力和防守能力都是很强的 拿过最佳防守球员奖 但他的得分能力不够强 主要靠反击中可以找些机会 得到一些分数 但要让格林自己突破防线 他的表现就会差很多了 得分是格林的弱项 第二位 本华莱士 96年选秀大会 华莱士也参加了 但是他落选了 没人愿意为当时只有一身肌肉块 别无所长的华莱士付出一个选秀权 好在子弹愿意给华莱士一个机会 让华莱士登上NBA的赛场 进入NBA后 华莱士努力训练 扬长臂短 完成了逆袭 华莱士先把自己的防守练得特别出色 能够在篮下和对手的中锋较量 限制对手的发挥 撑起球队的防守 在抢篮板方面 华莱士表现也是很强硬 凭着这些能力 华莱士成为了活塞的防守核心 但在得分方面 华莱士不够强 但华莱士把防守和篮板做到了极致 让他成为了极品篮领 名人堂级别的球员 第一位 杨尼斯·阿德托昆博 新科FMVP 阿德托昆博天赋一饼 身高必长 爆发力也很强 这就让他在突破时很难被防守 但是自他的短板就是投篮 所以在防守字母哥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都是选择离字母哥一步远 不让他发起冲锋 字母哥没有了加速度的空间 突破就会变得困难很多 这个防守策略让字母哥异常难受 假如字母哥能开发出稳定的中远距离投篮能力 那么这个希腊怪兽将变得更加可怕 好了 球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或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球哥一起探讨 咱们下期影片 haven't roz gone有 stems 我有变得更加可怕